地球关键带是指从蓄水层底部到树冠顶层之间的区域支撑着地球生命的生存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需要系统性的理解 关键带中岩石、水、土壤、空气以及人类和分人类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如果缺乏这种系统性的理解 人们可能会使用必大余力的方式应对环境问题 并且措施选择可以提供多种好处的措施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机会 中英关键带项目深入研究了中国各地不同农业景观关键带内的复杂反应 这些研究阐明了人类活动 例如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活动如何对不同区域景观产生独特影响 并揭示了如何更好的维护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支持当地发展的途径 在宁波的城郊农业区 关于各种土壤、城市和工业废弃物以及细菌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分析 揭示了抗性基因对人类健康的风险 在江西洪壤、河陕西、宁夏黄土高原地区 我们通过深度钻孔研究 植物、土壤、水和岩石的相互作用 揭示了由于土壤表层过度适用化肥和粪肥 导致土壤深层养分的有害积累 在贵州喀斯特地区 关于工作方式、多孔岩石和退化土壤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缠明了 血济粪便和化肥适用如何污染水质 以及土壤修复的最佳方法 如今中英关键带项目正在应用这些研究成果 进一步发展基础科学 以支持决策支持工具的研发 进而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 农业决策支持工具是将复杂科学知识应用到日常决策的典范 例如它能告诉使用者种什么 什么时候种植 食用多少肥料及其环境影响 这将有益于生态环境和当地居民的生计 但是在世界各地 农业决策支持工具通常优先考量最大化产量 而非最小化环境影响 新的决策支持工具将会同时关注产量和环境 通过结合经济学农业决策支持工具 可以实现农民增收和生态保护的双赢 中英关键带项目对关键带的系统性研究 意味着农业决策工具 将不仅考虑不同决策对农业产出的影响 而且考虑整个关键带内各要素的相互作用 包括地上和地下区域 以及所有生物 包括人类自己 首中英关键带项目支持交流研究的启示 决策支持工具将会响应农耕方式的变化 和当地居民的需求 我们的研究人员正在对不同作物 土壤和水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模拟 以支持脆弱环境中的农业发展 我们的研究人员还正在开发模型 整合包括灌溉 农业作物类型和土壤水分等要素 以帮助土壤修复 并维持当地社区的水资源供应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中英关键带项目的信息 请关注我们